55. 北京青年報 《導彈院長的別樣人生》 2015年7月8日私人別史 B. 07林毅趙紀夫婦合影1965年林毅在三院第一次黨代會上做報告 1966年林毅 又 與趙炳欣出差途中在文革以上複雜的環境中 如何不偏不倚 堅守職責 被西方稱為蠶式導彈的尖端武器 是如何研製出來的 趙炳欣一句大實話惹來大禍 免去副司令職務2000年深秋 綠葉變黃的事後 林毅院長離開了我們 他走得那麼匆忙 每當我回憶起與林毅相處的日子 他那不停的身影 神彩翼翼的眼神和謙恭友善的談討就浮現在眼前 林毅長生於1917年10月20日 陝西華怨人 他1936年5月參加革命 1938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新中國的前五年 林毅先後擔任空軍第二十師 軍炸機師 師長和空軍第一師 遷擊機師 師長 空一師是一支戰功策著的英雄部隊 第一任師長是紅軍飛行員方子役 第二任師長就是林毅 1956年 林毅調任北京軍區空軍參謀長 1958年4月 林毅奉命籌見我國第一個 綜合性導彈發射試驗基地 他率另一支酬建大軍開進走寸 硬視在茫茫鍋碧灘上 見成了設備齊全 水平一流的試驗基地 1958年10月8日 國防科委由一基地成立 林毅被任命為基地副司令員兼空對空導彈試驗部 二部 部長 1961年9月1日 中央決定組建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三分院 11月25日 調任林毅為副院長 院長空缺 大家看道的林毅 總在高高慶慶 末日活夜地工作 誰也不會想到這次任命對他是不公平的 後來聽幾位老同志說 林毅在二十基地是副司令員 屬副兵團級 到三分院任副院長 屬副軍職 整整降低兩級使用 是怎麼回事呢? 1958年 林毅出差途徑西安 順便回華縣老家漢忘生病的母親 生產隊長向他反映 農民都去大煉鋼鐵料 地裡的莊鋼沒人收 煉的鋼鐵又不能用 這不是勞民雙才嗎? 回到部隊 他向組織上匯報了 在農村的見聞 說的說了 聽的聽了 各有感慨 相安無事 樹肉正而封不止 到1959年 全黨隔起反對有傾機會主義風暴 在二部黨委擴大會上 有人問林副司令 你說 彭德懷是人民內部矛盾 還是敵我矛盾 林毅毫不猶豫地回答 當然是人民內部矛盾 定性為有傾機會主義性質錯誤 免去副司令職務 條道解放軍政治學院學習 保得住要保 保不住也得保 1965年1月 中央對國防科研部門實施體制改革 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集體轉業組建第七機械工業部 五院三分院改建為七機部第三研究院 林毅任院長 三院的任務由原來的以試驗保障為主 改為以型號營製為主 負責營製飛航導彈武器系統 包括岸對爛導彈 艦對爛導彈 空對爛導彈 林毅任院長 在很短的時間內 從全國各地調集科研人員 技術工人和管理幹部 組成了六七千人的科研生產隊伍 又以每年進攻一萬平方米的速度 建成導彈總裝廠 十幾個分系統研究所和試製廠 以及必要的辦公室和宿舍 構築起型號研究院的骨架 1965年5月 我奉命調到三院辦公室工作 擔任林毅院長的秘書 上班的第一天 林院長找我談話 他說 我要執行黨委的決議 你要執行我的指示 保證上程下達 下程上達 你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見解 就對我說 我會考慮的 對下面 你不要隨便發表個人意見 他還說 我高中畢業就到延南上抗日軍政大學 光會打仗 不懂技術 那個不小笑話 我從陸軍條到空軍當司長 在機場上看到油貫車後邊 拖著一條鐵鏈子 跑起來嘩啦嘩哩響 惹得人心煩 我對他們說 把那些小編子都給我拆掉 地勤人員告訴我不幸 那是防正殿的 去掉就不堪存了 我沒有知識 政核指揮 以後你得幫助我 這番話 使我明白了自己的職責 拉近了我們的距離 以後見到他我就不按摩驅足了 大約是1966年8月 三院黨委召開緊急擴大會議 由副書記林毅主持 會前 院黨委秘書藍作群找我 要我幫他做一些打電話 佈置會場 準備茶水 核對名單等會務工作 準備就緒 我要退出會場了 藍秘書說 你逼走 我一個人忙不過來 我得專心做記錄 你幫我照應一下 我就留下來了 會議開始 林毅走上港台 剛剛了幾句話就停下來 低頭寫字 走到會場的最後一排 把紙條交給我 轉身回到主席台繼續講話 我一看 紙條上四個大字 請你出去 我心裡委屈極了 把紙條交給藍秘書 立刻走了出去 會後 林院長找我談心 你是院長秘書 不是黨委秘書 這是黨委會議 你不該在場 我說 藍秘書說 他忙不過來 叫我來幫忙 他說 那他應該找政治部的人 三十七年後 我看到林院長夫人趙極的回憶文章 才知道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上面書的那次院黨委緊急擴大會議 是林院長根據七機部部長的指示朝開的 以提示通報政委的倉和處理意見 之後 他又把政委送到外地療養 保護起來了 他這樣做 在群情激憤的文革中是有被批鬥危險的 有一天 趙極問林毅 你保得住嗎? 林院長說 保得住要保 保不住也得保 畢竟是生活小值問題 在這個風頭上龍不好會出人命的 這話不假 政委很外面子 他怎麽能經得住群旦連的醫藥 採納了一旦多用方案 降低了生產成本 1965年4月21日 國防公辦召開會議 討論岸對爛導彈武器系統技術方案 確定三院承擔武器系統技術抓總 同意三機部某工廠研製海鷹1號導彈 但是 海軍希望搞一個射程更遠的導彈 封鎖撥海岸 三院剛剛誕生 就遇到了這樣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 要生存 要發展 就必須先拿出比海鷹1號更好的型號來 林院長尊重技術副院長梁守盤教授及科研人員的意見 採用成力式雙體 加大營料儲量 使導彈的射程比海鷹1號增加35% 滿足了海軍封鎖撥海灣的要求 這個型號定名為海鷹2號 計劃制定了 林院長肯渣落實 他發揚部隊指揮員 打仗前要看地形的工作作風 深入到型號研製第一線指揮戰鬥 在設計部 研究所 試驗室 車間 隨處可見他的身形 科技部計劃處型號組和調度實施型號研製的技術協調和生產調度部門 在這裏 幾乎天天可以見到林院長 他在這裏就像在自己家裏一樣 隨隨便便和大家聊天 了解型號研製的進展情況 探討存在的主要問題 然後就深入到基層去幫助落實研製計劃 林院長到基層 去的次數最多 外的時間最長的地方是導彈總裝車間 他在那裏發現問題 就算藤摸瓜 一抓到底 例如 他看到總裝廠的進度緩慢 是因為無線設計拖了後腿 就到總體設計部去 請他們派人支援 彌補了生產過程中這條短線 林院長樂於聽取群撥 見 又善於集思廣益 在討論工藝方案時 有人建議 涉制階段可以減少工藝裝備 林院長覺得有道理 就與梁副院長一起 組織有關人員論證 最後決定減少工藝裝備百分之三十 大大縮短了事制周期 按照型號營製的程序 在導彈是非之前 必須進行全彈靜力試驗 震動試驗 過載試驗等大型地面試驗 一般需要三回導彈 總裝車間主任營優建議一彈多用 林院長非常重視 他先憎得梁副院長同意 又組織總體設計部論證 最後採納了一彈多用方案 為凱英二號的提前是非爭取了時間 又降低了生產成本 被逼得沒辦法 他就說 誰對 我就支持誰 凱英二號的研製工作剛剛展開 就趕上了文化大革命 林院長也受到衝擊 面對摺二連三的批鬥 林院長從不紮怪群斥役也不垂頭喪氣 批鬥會一散 他回到家裡洗把臉 騎上自行車立刻趕到生產崗位 冒著以生產押革命的風險 堅持拿型號營製工作 有一段時間 革命鬧得熱火朝天 搞得生產調度會惡齊鼓不齊 會開不成 林院長就一家一戶燈門拜訪 把有關人員請到現場 共同解決問題 林院長的辛勤工作 終於得到了回報 1967年9月29日 三院營製的第一個型號首次飛行試驗成功 10月27日 第二發導彈由命中目標 1968年 有有兩發大射程導彈發射成功 完成了海英二號導彈的營製性飛行試驗 1969年 海英二號率先進行設計定型飛行試驗 七發六宗 總計十一發十宗 石程和命中精度等主要戰術技術指標 完全達到了設計定型的標準 海英二號設計定型以後 立即投入小批量生產 裝備料部隊 這就是我國自行研製的第一代案對爛導彈 被西方稱為蠶式導彈 文革對每一個領導幹部都是一場嚴峻的考驗 1967年1月 整個七機部從上到下分成兩大派 每派都有幾萬群戚 此時此刻 怎樣對待兩派群戚 變成為每個領導幹部必須回答的問題 在哪個年代 兩派群戚 定自己是革命的 對方是不革命的 都要求領導幹部公開站出來 支持自己這一派 那時 什麼事而都想光上線 把支持哪一派說成是站對問題 站對站對了 就是革命領導幹部 站錯了 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一夜之間 形勢急轉直下 幾乎所有的領導幹部都公開亮相 有的支持這一派 有的支持哪一派 唯獨臨院長說 兩派都是革命群撞含插 A 我都支持 只因他持這種態度 兩派群私離 都不滿意 這派鬥了哪派鬥 但臨院長始終如一 再被迫得沒辦法時 他就說 誰對 我就支持誰 這句話當然又招來群無 J 裂的不滿 盡管如此 再一次批鬥他時 他橫是說 兩派都是革命群撞含插 C 誰做得對 我就支持誰 那時是興在廣場開群獄 J 回 不論哪一派群讚 大會 他都去旁聽 了解情況 有時兩派群連 P 時開大會 一派在廣場南投 一派在廣場北投 他那個小板燈 坐在兩個會場的中間 與兩派保持同樣距離 冬天 在大操場開批鬥會 臨院長的妮子大衣難與風寒 他叫我幫他這一件皮大衣 我問了幾個人 都怕當保皇派 不肯借給他 抹徹 我把自己穿的軍大衣那給他 他笑著雪 抽合了 從此 他哀鬥 遊街 渣生產 都穿著我那件軍大衣 有一天 他騎自行車把我的軍大衣畫了個三角口子 在我要下放到濟南軍推農場勞動時 臨院長堅持要還我軍大衣 還要陪我一件空軍飛行員穿的皮夾黑 臨院長的關馳之情 我心領了 只收回了大衣 莫要皮夾黑 臨院長生活上大大聰明 不過民家沒事 家裡的大事小情傳由夫人趙傑做主 趙傑在城裡上班 也是單位的領導 文革中也在哀鬥 長期不能回家 他們家裡常常只有十一歲的小女兒 抱寧和寶母兩個人 臨院長在外面拉鬥 晚上回不來 他們非常害怕 我常去照看他們 有一天夜裡 臨院長被人帶走了 我第二天早上才知道 我問 誰帶走的 帶到哪兒了 抱寧和寶母都說 不知道 這件事發生以後 我就搬到將軍樓殖班失睡舊 這兒來臨院長家很近 如果再有人半夜把臨院長帶走 他哭一聲我就能聽到 有一天 臨院長挨鬥回來 坐在屋裡休息 他隨手在紙上寫道 諸葛一聲為謹慎 屢端大事不糊塗 的確 臨院長在大事大非問題上從內不含糊 我們從火車站走到長途汽車站 好像走過沒有打數的戰場 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以後 中央決定對三院實行軍管 黨政財民大權通通歸於軍管匯 此時 臨藝徹底靠邊站了 再也不能議院長身份工作了 就在這個時候 參加三線建設的一批復原軍人要結隊回京造反 軍管匯會知道這是個大難題 怕事態鬧大 決定派臨藝到四川省達縣去處理 當時 四川的民革鬧得很兇 交通極不正常 途經之地又經常發生真都真唱的舞鬥 非常危險 我勸臨院長 你靠邊站了 不在其位 不謀其正 讓軍管人員去處理吧 臨藝說 工作嘛 叫軍什麼就幹什麼 你跟我一快而去吧 我想 我們要像普通人一樣 坐火車到重慶 換成長途汽車到達遠 不叫基地派車接 通常是基地派車到重慶接 我隨同臨藝 坐火車到重慶 那女剛剛發生過一場大規模舞鬥 我們從火車站走到長途汽車站 好像走過沒有打掃的戰場 臨藝沒坐過長途汽車 不會踩車 我好不容易才把他推上去 在長途汽車上 我們聽到乘客議論重慶舞鬥的情景 實在令人後怕 下了長途汽車 我們又徒步走了個把鐘頭才到基地 臨藝一到基地 消息立刻傳開 臨院長來了 臨院長自己走來的 那些準備結對上訪的群戚 本來以為臨藝院長不敢來 現在看到院長冒著槍臨彈雨來了 又沒像以往那樣要車接 氣而就燒了一半 臨藝不顧女途疲勞 立刻走到群獄界 與他們束縮談心 內心聽取他們的意見 詳細解答他們的問題 群朝 我通情達你的 聽了臨院長的解釋 了解了國家的政策 風波很快就平息了 我原著的心也落了下來 在我們離開基地時 那位大頭上訪的職工還親自開車把我們送到重慶 為了解決基地的問題 臨藝請張乃村副院長 李濟忠副政委 工程部王培同部長一同回京開會 我們半夜三更到達北京火車站 出站後才發現 三遠木派車來自我們 當時沒有出租車 公共汽車早就下班了 火車站距離三遠三十五公里 不可能走回去 市值嚴東 韓風刺骨 東德大家值多疏 我建議 先到我家裡休息 等待天亮 當時 我家住在東總部胡同 離火車站很近 走十幾分鐘就到了 張乎院長年紀最大 又患肺氣腫病 行走非常困難 走了半個多小時才走到 盡了家門已經上氣不接下氣 我先安排張乎院長躺在床上休息 請其他各位置行落座 我點火 生勞子 燒開水 砕茶 茶過三巡 勞火旺了 大家才暖和過來 在我哪一間屋子半間坑的窄小房間裡 床上還能再睡一個人 我問 哪位想睡夠 臨院長說 算了 讓張副院長好好睡夠 抓門打撲克吧 我們四個人打了半叔迫克 愉快地度過了不眠之夜 第二天上五三院來車接我們回去 在汽車上大家紛紛已輪 要是沒有者摸個落腳點而 抓門飛動病了不可 寧肯自己過不了關 也不能傷害別人 文革後期 一些檢討過關的領導幹部被解放 進入三極合領導班子 據我觀察 有一段時間 君管會也想起用林毅 多次給他提供檢討的機會 但是 林毅沒什麼錯誤 沒有可以檢討的 他又不願意隨波逐流 說遺心的話 做遺心的事 所以老師過不了關 他跟我說過 我熬過整 嘗過哀整的滋味 寧肯自己過不了關 也不能傷害別人 1969年4月 我校放到濟南部隊農場 接受在教育 第一批下去 最後一批返回 1969年11月 林毅下放到河南五七幹校勞動 年過半百的人 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身份 和大家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 沒有一點格子 他從五七幹校回到三遠的時間給我早 有人告訴我 林毅見到和我一起下放的人已經回來兩批了 便去對君管會的人說 這麽多人都回來了 為什麼我的秘書不能回來 他說了話也不管用 我還是最後一批回來的 1971年9月 林毅被調到哈爾濱 籌見傳播工程學院 他接到明年的當天就找我談話 希望我跟他一起去 我勸他 別去了 大風大浪很快就過去了 三遠的人都了解你 還是留在三遠好 他說 這幾年行得難受 叫君什麼就幹什麼吧 當時 我的組織關係已經轉到三遠科技部 愛人還在活北咸寧文化部五七幹校 我一個人帶著六歲的兒子 又當天又當媽 我跟他走了孩子怎麼辦 我左右為難 就找頂頭上司談了自己的難處 他說 我知道了 你就別管啦 本來我幻想把情況直接報告林院長 可事 我還沒找到機會說 院政治部已經給林院長選配了秘書 這件事 我心裡總覺得對不起林院長 好幾年不敢去看他 後來 他當了第七研究院黨委書記兼院長 又晉升為陸基部副部長 我就更不想去見他了 直到他離職休養 我也退休之後 才去他家旅拜訪 唱罪別程 林院長在三遠工作九年多 帶領我們走過了艱苦創業的路稱 為三遠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這個基礎上 我國的氾濫導彈取得了舉世足目的成就 據報導 我國自行研製的幾個型號 達到了與先進國家並駕齊區的水平 有些性能甚至環憂於西方 在非常時期 非常的歲月裡 我與林毅同志士亡年之交 相交甚獨 我了解他的心思 他知道我的能力 無需多談 便能默契 污符 人生在世 與朋友相交 與親人相處 與領導相識 最最讓人永生不忘的 就是這種心靈相知 本版公徒趙炳欣 在高興市場上 從中央市場上 再多則中央市場 我以為大家有多難的一天 以為